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听我们的直播环节半日总结 会和郭Sir跟进一下港股最新的情况 郭Sir 你好 你好 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环球指数方面 特别想和大家看看东京日经2.25 即是东京日经平均指数 今天来说表现非常亮丽 这一刻就升超过3% 其实今早来说更加看到它是升有4% 就是复洩回来 现在看到日本股市方面 就报在169881点 升568点 华Sir 先看看外卫方面的情况 最近就说美元强势 所以对Yen方面尤其是 港指对Yen Yen就越来越便宜 我想问一下现在资金流向是怎样呢 是否所有资金全部流向 就是日本的股市方面呢 暂时这个势头又如何分析 还有外卫方面 现在最新的情况 美国方面就停了QE 但欧央行又推出了量化 宽充经济政策 都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外卫情况是怎样的 所以商品市场都是资金流去的地方 但现在这一分钟先讲油 美国的叶岩汽油的开采成本 据问只有50元一桶 相对沙地和俄罗斯来说是便宜很多 当然最关键的就是俄罗斯原油出口 沙地也原油出口 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连美国也原油出口 你供应这么多的时间 油价已经有条件逐步向下走 加上俄罗斯在乌克兰那边 提煉一桶油可能是90多元一桶 一桶 如果你真的油价去到80元以下 提煉一桶就失一桶 这对他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当然只是政治上的考虑 另外再看看金价 其实钱多得这么紧要 通胀一来大把借口炒金 但实际现在刚相反 钱多得很紧要 但通胀就低得很离谱 换句话来说 金价暂时来说 都没有一个炒上的诱因 况且由1925元一盎司的金价 到现在为止 都仍然处于一个反复事底的形态 不过我不觉得金价会跌得太多 因为已经去到生产黄金的成本价阻禁 你再下的产金最多不产金 所以再大幅下跌的机会比较微 但似乎来说也没有什么有因上升 所以变成金价暂时来说 都是反复整固的 资金又不会走下去了 好了 回事怎样呢 其实来说 欧洲经济不是好 美国经济都不是特别好 而日本更加不用说 但是烂产、烂苹果、烂西瓜 就选一个没那么烂的意思 明显资金一直走去美元区 在会市里面 有时你会拿美元 就变成是沽英 反过来 有某段时期 好像前几年 就一直拿英 就沽美元 钱在会市里面 问题是买美金 还是买日本资金 或者买美金 还是买欧罗 在会市里面 经常是此起彼落 但现在美元的走势是一面倒 美元是不断清强的 尤其是未来可能有一个加息趋势 就成为了资金追美元的借口 相反来说 欧洲经济又不行 第二季增长只是0.1% 日本不见得好 现在加大量化货币的政策 就希望经济能够进一步走出通缩 不单止 希望有2%的通胀出来 其实来说 都挺费神的 只是显示了资金高度集中在美元匯价 还有在美元匯价不断上升之下 美元区的资产当然受惠 香港股市是美元区的资产 怎会不受呢 所以解释得到 现在钱是一路一路走去美元区的资产 看回港股 其实来说 有几个有利因素 先说没有不利的 十月份 整个月份虽然上升 但直到这一分钟 占中事件还在 但可能拖得太长了 港人来说 很多对事件的看法都相当保留 尤其是运输业 旅游业 或者餐饮业 零售业都受损 其中以运输业受的损害是最大的 我昨天才看完新闻 看完新闻说到 原来有一个驾驶电车的司机 他因为佔中 加班的时间少了 他每个月赚少2500元 2500元一个月是什么 原来他有两个小朋友 就去学校读书 上读 下午饭钱就在那里回来 没了这2500元 两个小朋友就没了饭钱 可能带饭回学校吃 但他没有说清楚 但我觉得受影响的人 的确是比较深远 尤其是大的机构 你不用说生意受影响 小的市民上落 或者是出入 上学也好上班也好 你都受到影响 这件事我真的很希望 尽早能够落幕 令到香港一切 回復正常的运作 好了 说完这件事不要说了 整个10月份的股市 是由第一个交易天 3日的22,565元 升到31日月底的24,046点 恒生市值升了足足是1,481点 大家不要忘记 今天上升当中 整个股市都是在佔中事件当中走 即是说大部分的港人 投资者都是抱着观望的态度 事实上佔中又不知何时远 又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参与投资的股票 当然是保守一点 不卖手上的股票 或者不减持的股票 已经能够得不得了 你还说拿资金去买 很多都很保留 就算买到也赚少少 走了 但是股市居然由头升到尾 试问一下由什么资金去主导 哪些资金去买 这么大量的股票 在月头买到月尾 很明显就是出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 佔中其实不会拖太久 到你佔中落磨的时间 你才买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不过你没可能买到 22,500,226的股份 这个不用说 等于港交所 162元不买 现在已经172元 就算你怎样等也好 我觉得 除非天灾人祸 如果不是 你怎可能见到162元这么低的 港交所给你买到 第二就是 沪广东 沪广东现在其实来说 都是压后了 但不是取消 大家想想 由沪广东宣布 暂时来说是压后 到现在这分钟 市场不是跌的 是升的 那沪广东不走 股市升了上来 有什么意义呢? 即是说 有部分 一路追进去 他认为 沪广东 始终都会害痛 只不过现在 受到一些法规 一些法制 还未完善 那是什么意思 即是 你沪广东正式 落实了 要开的时候 可以 但你不会买到 23,200 23,000点的股份 总的来说 已经偷步的资金 进了市 大家看看 技术上的走势 整个市 现在这一分钟 是处于一个续沉顶的形态 加上 恒指已经升破50天平均移动线 即是可以跟大家说 恒指数 现在走在10 20 250 100天线 和50天线 只要 随手50天线 流上超过三个交易天 出现了两个信号 第一 就是说 一个所谓的中期调整 由25,362点 去到22,565点 已经是高一段落 由22,565点的上升 本来是一个反弹的 但最终来说 会漸漸发展成为 一个浴市顶的格局 因为只要找手50天线 再向上望 一定是25,362点 何时破顶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 在未来的七个星期之内 恒生指数 是会升破25,362点 再进一步 向上找2014年 真正的高位 谢谢郭sir 先看看行则 上周来说 升了43点 收布在23,959点 成价格金额385亿 国企指数 升62点 报10722点 另外期指 在23,979点 升149点 最后和大家跟随 一些男手股的 个别表现 暂时表现最亮丽 就是升超过3% 招商局国际 偏向144 就是最亮丽的一阵男手 我们都快快看其他男手的表现 汇控升1毫 中移动升9毫半 建行升4仙 公行跌1仙 中国银行升2仙 港交所升2.3 国寿升5仙 友邦跌3毫半 腾讯升3毫 金沙中国升3毫半 长实跌1毫 新地跌3毫 九仓跌8毫半 中海外升2毫半 满志地升1毫 中海油跌1毫 中石油升7仙 中石化升1仙 另外昆虹能源升1毫 中日神华升2毫半 周围21.5毫半 我们先休息一下 郭sir 稍后1点左右 再和大家跟进 50港股方面 其他股份表现 千万不要走开 另外郭sir 你提到一些板块 本身有没有摘住 没有 好的 我们稍后再谈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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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